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同居 在现代的社会里 有些人希望能够得到异性的安慰 但是又不想被太多的责任所羁绊 而丧失了自我的空间 于是他们选择不结婚 而同居的生活方式 这种想法和做法 对个人跟社会 是不是会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的环境 大家都在说的欧美的风潮 认为欧美人在做的事 那我们东方人也绝绝在学习 所以同居这样的事 在中国古代有没有呢 有 这都是偷偷摸摸的 所以金窝长焦 长得人家看不到的地方 不敢公公开开的 光明正大的 两个人同尽同处 还能够 这个不是造谣创片的 而是大家知道 我们是两个人 这是我的男朋友 这是我的女朋友 到公开的场合 也在介绍 这是我的男朋友 这是我的女朋友 特别是在美国这个社会 这个非常普遍 那么在台湾呢 我不知道普遍到什么程度 但是已经渐渐的 有这种风气 但是我是一个出家人 我赞成吗 我连结婚也 我自己不结婚 我当然不会跟人家同居了 可是呢 同居这样的事情 是不是值得提倡 我认为是不应该提倡 可是既然已经是同居成了事实 我反对也没有用 所以很多同居了的人 要到我的道场来 要听闻福法 要修行福法 问我 记收不记收 我是记收啊 你们也没有墙 也没有偷 你们两个人正常的生活 也没有扰乱社会 持续 当然 你还是可以来听福法呀 不过呢 到了我的道场之后啊 见见的这些人 自然而然啊 他会结婚 因为熏陶熏陶 听听福法之后啊 觉得 同居跟结婚 这不是一样的事吗 凡事啊 接触到夫法以后啊 大致上啊 同居的人啊 会结婚的 那这同居有什么影响 对社会有什么不好的 这个负面的影响呢 现在我要首先要问 你跟几个人同居了 同时一个男人 跟几个女人同居了 还是一个女人 有几个男人呢 所以上半个月跟谁同居 下半个月跟另外一个人同居 或者白天跟某一个人同居 晚上跟另外一个人同居 这是不得了的 或者是呢 一个丈夫啊 有几个同居的人 或者一个太太啊 有几个同居的人 这也是不得了的 这个问题是出在于什么 所以 错重复杂的感情的纠缠啊 你很痛苦 彼此之间都纠缠不清 一个妒忌一个 一个再毁谤一个 一个要打击一个 这是希望真宠啊 所以是为了 自己的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心理状态 这个同居啊 是避免的好 像这样子的复杂的同居 是啊 要不得得 可是呢 如果你很稳定的同居 你只有一个人 跟另外一个人同居 最好我想啊 还是男的跟女的同居 不要跟男的男的同居 女的女的同居 这个又变成同性念了 这同性念呢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现在先当 在谈同居的问题 同居的两个人呢 这个两个人关系 其实应该就是夫妇的关系 责任和义务 应该就是夫妇的责任和义务 互相的照顾 彼此的要啊 体谅 彼此呢 要尽责任 这样子的话 你这个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才感觉上安全 安定了 要不然的话 这个随时随地啊 准备两个人分手 随时随地啊 准备 可能呢 你又见到 第三个人进来 因为第三个人进来啊 毫无法律上的保障 那只有啊 增加精神上的威胁 那何苦来在 如果是啊 结了婚的话 法律上没有问题 会保障你 当然了 你结了婚以后 第三个人进来 还是会得进得来的 进来以后 总是他要考虑 就考虑这是啊 人家是有婚姻 这个又缩的 一个男人 或者是一个女人 直接要冒一点险了 要有一点勇气了 否则的话 也有问题的啊 可是同居人 这个问题没有了 这随时随地就可以啊 就可以插进一个心理东西 心理人进来 第三者进来 那就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就分掉一个 像这样子的情形啊 就是感情生活 就非常的不稳定 认为是自由 其实是不自由 不安全 认为啊 是没有责任 其实自己呢 在没有责任的负担的情形下 心理上的一种啊 不安全的负担啊 那是负面的啊 不安全的负担是更重 因此呢 我还是主张啊 如果两个人同居 那不如啊 就结婚吧 结了婚以后 要彼此的互相的照顾啊 互相的能够体谅啊 希望能够白手偕老啊 不要存着玩 玩 玩 玩的心 你两个人在一起啊 他玩你 你玩他 你看看谁还算吧 玩到最后 两个人都倒霉 因为他把你当玩具 你也把他当成玩具 你看看 你心里愿意吗 阿弥陀佛